魏茨布鲁克 资料照 美联社 体育中心综合报道 拥有梦幻三巨头的雷霆 本集至今战绩并不佳 根据ESPN记者Zack Low统计 本集魏茨布鲁克 Rossil Westbrook与安东尼 Cormalo Anthony 在场上打档拆的次数 结果竟然是零次 你不会猜要一次吧 其实是零次 Zack Low表示 安东尼是好球员 他的职业生涯显示出 他是一个很会打挡拆的球员 而魏茨布鲁克 可以用他惊人的速度 与安东尼搭配 打出令人难以置信的挡拆 同时Zack Low也指出 魏茨布鲁克缺乏无球跑位的能力 Zack Low提到 魏茨布鲁克在没有球的状态下 就不会跑动 他会把手放在膝盖上 直到球回传给他时 此统计结果一出 在美国最大论坛 Reddit上被疯狂讨论 有网友表示 如果党拆次数有出现在统计表上 魏茨布鲁克一定每场都打十次以上 更有网友嘲讽地表示 每场要打十一次党拆才够 因为其中一次会被联盟没收 安东尼资料照 美联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